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21分 这里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Amy李明依 是的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是 曾美琪 Hello Hi Amy姐 好久不见 对 真的好久欸 而且你这次啊 一出现啊 是代表三叔 客家三叔 客家三叔 来跟他好好讲一下 因为我刚有说 那是H的三次方有吗 各种的H 哈嘎 Honor 然后又是华语 华语是不是 就各式各样的 来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怎么会有你们三个 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结合 而且听到没有 果然就是我刚讲的 中午那一波 因为开放给某一个这个 卡友先卖嘛 先卖 就已经几乎秒杀 但是我相信应该 最近就是很多民怨四起 所以大家应该不会笨到说 晚上八点那一波还没有票吧 所以八点那一波还会有一票 对 大家在努力抢一下 不是说一票啦 还会有一段时间大家努力抢一下 就是给所有的群众了 那因为真的票价很便宜 所以很亲民 非常亲民 对确实就是你们就是真的 手要快 手速快 好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三个的这个组合 这样子这一次的 这么特别的一个音乐会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 三个女生凑在一起 大家也是惊喜又惊讶 对 然后惊讶的是 原来他们三个都是客家人 对后来 是吗 因为那时候我今天跟那个小培姐 我们今天不是在记者会吗 你们两个也是 对我们是客家人 然后她说因为我们之前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有聊天 她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彼此是客家人 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 把三个客家女生 大家凑在一起 然后用音乐的方式 那个hippie田富珍 她有时候就会聊到 对新竹 对新竹 然后回到家里面 然后客家的那种 但对 但你跟小培也是 哇原来如此 那请问好 好 那你们三个客家女生 那难道你们真的会唱 你们是哈嘎人 但是会唱哈嘎啊 哈嘎狗 狗 真的会啊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你说听或者唱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次拿到我们要唱的歌 比如说我自己选 我自己想唱的歌 我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在练习了 OK 所以你们会选 就是说客家歌 客家歌 然后呢 就特别练 在演唱会 需要时间练习 OK 因为我觉得 讲客家话跟唱 还是有一些些不太一样 它的用字 那我是小时候 就是爸妈都讲客家话 所以我觉得我的听力 可能比说还好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去转换 用课语讲话 但是用音乐来表达 对 就是说用课语去唱 应该对你们来说 就是至少是音乐人嘛 在唱的部分 可能 呃 老师调教一下 随着那个旋律 然后文字的意境 方便多了吧 对 就是它的 更容易上手 对 而且 好像 呃 客家的这个语言 好像如果你要唱进去 有的时候它那个还很美耶 对对对 对不对 因为它的韵脚很多 对对对 韵脚很多 对 然后又分很多枪 像小培姐是四线枪 哦 我们家是那个海陆枪 所以他们的那个 一阳顿梭的声调就不太一样了 哇 但我发现四线的 讲四线的居多耶 所以我们的海风枪 口音稍微重一点 比如说 嗯 我们的海风是 哦 Everybody 客家开始 OK 比如说 你是饱吗 这是海陆 你吃饱了吗 对 然后四线是 你是抱吗 你是抱吗 比较往上扬 但我们是往下的 你是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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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很有一些些音上 怎么感觉那个 它的那个四线 比较就是 道上一点 所以比较多 其实四线是比较多人说 对 但客家话跟广东话 道上的朋友 客家跟广东又很像 很像 其实很像 其实很像 对对对 所以我们学广东歌 应该很快就可以 入口了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 你们真的晚上 大家就抢了 有听到节目的 手速快 对对对 因为中午那一波 真的已经就是 秒杀 其实有卡的人 有很多说不定 都还抢不到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额度 应该有限额 不然的话 大家怎么买 OK好 那 小妹最近也在准备 有新的歌跟新的专辑 对 会让大家可以就是预期吗 我昨天那个新歌 刚刚 热腾腾 我们等一下会听到 下一段 就是这一次 新的单曲 因为距离上一次的专辑 已经差不多快五年了 我们刚才在聊天 所以好久没看到大家 对 然后这一次专辑 预计在七月的时候 会发行 所以先让大家听 新的单曲 鱼缸 鱼缸 那为什么要跟这个 椅子乐团 椅子乐团好喜欢 因为椅子乐团是我之前在 在北京的时候看他们的演出巡演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乐团没有那么熟悉 我去看了他们的演出 我很喜欢 他们算是有一点偏独立吗 还是说 算吧 还是说其实现在也没独立乐团 现在就是乐团都搞成流行了 对 但是他们的音乐 我是觉得很喜欢很温暖 我就很久没有听到这种音乐的曲风 然后就是很弱很快听到就喜欢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音乐上 可以跟他们合作 对 然后就 我们好像是回来露营 反正就在台北露营这样子 那创作的部分是 创作的部分是椅子的重影 他们的那个吉他手 然后他们针对他们以前 听我的这些作品 听下来就 对 消失后听 对 他们感觉 他们听 一路听来的小美啦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一次的音乐上也碰撞了一些不一样 我觉得椅子的音乐也带给我一些 音乐的部分又有新的火花在里面 是 有一点小小的文青 但是又很舒服可以去聆听的一首歌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音乐人有时候跟乐团 或是说一个跨界的合作 都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对 事实上其实那样的这个音乐创作的过程 就蛮过瘾的 对 就跟一群年轻人在玩音乐的时候 是 自己也在进步 然后自己也在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嗯 好 我们下一段回来会听哦 那我们先来听的是这个 Hibby 天赋真的 Love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对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36分 这里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Amy 李明依 那么在我们的现场 当然就是小美 江美琪 嗨 大家好 欸 刚刚这种歌曲真的就是 呃 我们在前一段也跟大家讲了 就是你呃 就想要跟椅子来一个合作 嗯 那果然其实我觉得听起来 它就是 带一点复古 特别是中间的那个电吉他的部分 嗯 就有那种复古的Fu 可是又有点很Lay back 又有点沙发音乐 又有点 听着很容易睡觉 很舒服 哈哈 非常舒服 哈哈 但是又有点 慵懒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就像我讲的 中间的那个那个旋律 就又有点 这个 复古华语的Fu啦 对 就是到七八零年代的 呀呀呀 好听好听好听 很开心 很开心 确实跟你 确实跟你之前的歌曲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哦 蛮好的 新的碰撞啦 对 反而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 样 歌的样子 哎我们听众朋友就讲了 如果你七月发片的话 就是刚好二十五周年了 对啊好可怕 哇 四分之一个世纪 对今年 哎今年六月七月就是我二十五周年了 是 我的天 二十五年 哇 真的很久 我都不敢回想 你出道也太久了 对 我一九九九年出道 那时候 十九 我现在已经四十三 二十五年 对 好快哦 好了 大家可以期待这个小美到时候的全新的专辑 对 但我们回到这一次哦 好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H三四方 那个字是念rise up 还是reze up reze up reze up 为什么 rize up 什么意思 这难道也是客语里面的一个意思吗 诶 这个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reze up 他的那个用意让我们来 我们看好一下 客委会 哈哈哈哈 但是这一次的主题就是 对 因为他用reze 你知道吗 因为一般比方说rise up 然后他是rizz 然后又是h的三次方 h的三次方我可是有懂 因为他们把那个 它是hcuber是不是 h三次方是就是 三个h嘛 那我看reze是 诶 社群媒体 hashtag 哦 是牛津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 选出来去年啦 2023年度代表的单字 那这个rizz hashtagrizz的标签次数 超过75亿次 表示z世代的潮流用语 没错 就是他们把我们的rise up 给改成rizz z 你们凡不凡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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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明明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rise up 然后你们印样 变成你们的字 就是因为z世代的 就把我们se 改成两个z了 真是的 好啦好啦 anyway 反正这次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 呃 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女歌手 而且都很有各自的风格 对 的女歌手然后送在一起 那我要请问 对 因为刚刚你们已经讲 就是每一个人 当然都会练这个客家歌 对 客语歌 然后当然也有自己的歌 对 但是你们三个会合唱吗 合唱的部分会有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是不是 对 但是都会有一些串联起来的 是 对的合作表演 大家可以期待 不过那就看你们晚上 八点那一波 能不能抢到票 还能不能抢到票 因为票真的也不多 因为台北流行乐团的那个表演厅 是多少位置啊 是不是四千 四千嘛 四千多位置 那因为他们票价几千块而已 所以你就 很亲民的票价 对非常亲民的价格 所以真的剩不多票 所以大家就是 手刀八点 祝福你们 真的祝福你们 OK 好那么 我要请问这个小美 就是说 那你 比方对于 Hibi 田富珍 或是 Cino 林小培 你对他们原来的印象是如何 或者听他们的歌 你的感觉是怎样 像小培姐呢 我觉得她以前我也有买她的专辑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 很酷 很有个性的 就摇滚人 摇滚女生 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在屏东 刚好有一个活动 我们就两个就 就认识了 是 虽然中间我们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碰过 彼此没有碰过 嗯 然后就觉得小培姐就是一个 很好相处吧 个性也非常直来直往的 就是很好相处的人 所以我们刚刚在那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在后台聊好久好久 是 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 就是大家也蛮有福气的啦 就是在台湾呢 音乐会啊 或是演唱会啊 就是有蛮多的 那除了每一个人的个别的专场之外 就如果有像这样子的 好 就是说大家的一种 呃 跨界的交流也好 或是呢 不同的这个 呃 风格 对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 对大家来说都是挺有趣的 因为 就会很期待说 到时候在这个音乐舞台上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表演 对 而且我们各自都会唱客家歌 对啊 因为你好像也没听过我们唱客家歌 这个也会蛮期待的 对啊 就是像你刚刚讲 你们三个的那种就是 呃 又不太一样 风格又不太一样 对我也很好奇 就说连那个咬字都不一样 对 就是腔调啦 客家腔调都不一样 曲风也不一样 对会选的 就是自己会喜欢的 或适合的 对 自己想要去诠释的 对 对对对 又不一样这样 所以应该会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对啊 哇哦 欸我觉得我觉得真的就是 呃像这样子的音乐活动就是越来越多啦 越来越多 那当然呢 呃就是大家就是 呃除了很有福气之外 当然也要支持就是 有很多现在因为呢 虽然都不太卖实体的专辑了 但是大家的这个合法付费数位下载 是 还是要支持的 嗯 对对对 哦 我觉得现在大家听音乐的方式 当然跟以前不一样 是 但我觉得很多年下还是愿意 用这样的方式支持她喜欢的音乐 虽然是串流平台 但是你还是要付费嘛 是 就是说那你就还是可以 呃有一些 比方说像 呃小美她的专辑 7月要推出的话 那大家到时候就是 用用这个合法的方式 好 来支持 你喜欢的音乐 像音乐人可以继续做下去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听这个是小培 哇 这首歌曲心动真的 很经典 太经典了 黄玉玲写的这个心动的曲 你知道这个背后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 因为她那时候是为了电影 然后写了这首歌嘛 对啊 然后她写完之后呢 结果就没有成档 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她觉得 当时她写完说 她觉得好听到 她自己非常陶醉 就你知道 就有时候音乐人 这样写到一首 好那因为当那个 呃作词人给她词之后 然后她就很有感感觉 然后写完之后也弄好 結果第二天请来就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 但是因为交稿在即 你知道吗 因为没办法 电影就已经要 必须要你这首主题曲进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听到的心动 是后来她写的版本 就因为如此 这首这么好听 天哪 这也太厉害了吧 对 所以 所以你现在叫她 叫这个小林老师想说 那你前面写那一首呢 她说她也不记得 不记得 有些音错阳她 反而促成了这首歌出现 没错 没错 她在更紧急的情况之下 写出了这首心动 很动人 对 好爱这首歌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 林小培心动 谢谢草美 谢谢你 谢谢蜜姐